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雀身上四眼状的圆花纹就是用来用灵眼 清代以灵眼多为贵 花灵分为一眼花灵 二眼花灵和三眼花灵 灵眼数量越多 说明官职越高 但能够享有花灵的官员都是少数 正何况是三眼花灵 一般的官员佩戴的是蓝灵 佩戴花灵者多身份尊贵 据清代朱彭寿就点贝征记载 亲王 郡王 贝勒 贝子及顾伦俄夫准带三眼花灵 乾隆以来 大臣中亦有特赏者 然熏其不负文主 当时尚不敢带用 是以受赐者尤其 按二百年来应使赏者 为复衡 福康安 何林 昌龄 喜渊 李鸿长 徐鸿等七人 作为花灵中等级最高的三眼花灵 一般只有亲王 郡王 贝子等 但是凡是皇子纷纷的亲王 郡王是不能带花灵的 从乾隆朝开始 清代能够魄力佩戴三眼花灵的 只有上述七位大臣 因为他们熏功博助 恩宠有加 乾隆朝共有三位大臣 享有三眼花灵的殊荣 分别是傅衡 傅康安 何林 傅衡 傅衡 庆傅茶室 生年不祥 乾隆五年1740任兰陵侍卫 乾隆十三年初任首府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病逝 傅衡之子为乾隆的孝贤皇后 但傅衡受到乾隆的重用 主要是出于他过人的才干 清代著名诗人袁梅评价他恩随爱妻才原大 傅衡能文善武 他精通满文 曾主编多部书籍 又曾前后精略金川 奔赴平淮前线 网征缅甸 在乾隆朝国家统一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特别注重维护乾隆的绝对权威 凡是皆成之行事 不敢善断 傅衡服康安 傅衡子 他出生三日后 即被乾隆封为三等侍卫 后有时被受户部赏书 军机大臣 媳妇封三等供 胡康安是前 龙时期著名的武臣 据说他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立下赫赫战功 他曾镇压甘肃回民起义 后来率军入藏 打败阔尔嘎军队 他最大的功绩 是与和林一起在西藏制定了29条章程 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和林是和珅的弟弟 乾隆42年1777年 由温生元补力部比写是 历任那个学士监理部侍郎 兵部侍郎 公部尚书 香白界汉军兜统 四川总督等职 曾被封为一等宣永伯 加太子太保 和林最值得称道的功绩 英属他在抗击库尔喀斗争中 以及其后担任驻葬大臣期间 与福康安一起对西藏改革做出的贡献 乾隆朝后 不论文官 武官 能够受特人享有三眼花灵的官员只有四位 一位是长陵 他是蒙古正白七人 出身显贵 长陵也是战绩出色的武将 他历经乾隆 嘉庆 道光三朝 东征西角 先后领军征讨征甘肅 台湾 阔尔喀 嘉庆朝明 兼打着宗教名号的起义不断 长陵赴湖北镇压川山楚白连教几义 又凭张格尔叛乱 战功卓著 最后观治大学士 道光十八年去世 享年八十一岁 喜恩是道光年间有名的武将 他曾评定湖南江华瑶赵金梦叛乱 后在任圣经将军期间 负责制定防御政策和战后的善后政策 为圣经的近代化发展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徐同曾关居体人格大学士和汉里院长院学士 深受慈禧信任 他的思想顽固而排外 恪守一下之方 竟于玩到美见西人 以善演面 他坚决反对卫心变法 戊虚正变后 深得慈禧器重 义和团运动时 他又是鼓动慈禧对外宣战的主要成员 可以说 徐同能享有三眼花灵 主要是慈禧对他的赏识与信任 李鸿章最后一位李鸿章字不用多说了 他与曾国藩 张志栋 左宗棠 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曾主持阳武运动 又兴建怀孕 在剿灭太平田国 运动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虽然后是对他毁于参半 主要抨击他多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但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 李鸿章却是不可多得之人 慈禧太后视他为载道玄黄之人 不过到了清末 捐官之风盛行 花灵用钱就可以买到 也逐渐丧失了他原有的意义 参考文献 文化 花灵是尊卑 政府法治 2010年18期 福之 漫画清淡的花灵 人文杂志1996年04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